大家好,我是David Sir 今天是10月4日2019年 晚上將近11點左右 還有一個小時之後 蒙面法就正式實行 在講蒙面法之前 我本來今天是想講其他話題 但蒙面法這件事 我剛剛收到有關法例的詳細內容 所以跟大家談一談 我覺得是有必要的 在這個之前 我想要多謝大家 我訂閱已經超過了一萬 其實很多謝各位網友的支持 特別是要感謝Albert 葉佬先生 他是給了很大的鼓勵 令到我的頻道可以繼續一路走下去 在這裏多謝Albert 葉佬先生 在講蒙面法之前 如果大家覺得有興趣的話 就請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還有分享給其他的朋友 讓他們知道 讓他們知道其實 不道不辜 其實有很多人是非黃非藍 其實只是想香港 安安定定地過回我們 一般小市民想要過的日子 好 講一講蒙面法 蒙面法其實是針對什麼人 其實很簡單 就是在集會的時候 在非法集結 遊行和公眾集會的時候 其實不可以帶一些蒙面的物品 那些蒙面物品是可以阻止辨識到你的身份 這條條例 我覺得是非常之正確的 立毛面法 其實不是方便警方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一個好處 就是保護我們一般的市民 因為我看直播的時候 看了太多片 是有關 有些市民在搬開一些路障 或者是和一些示威者在吵架 或者是一些暴徒在吵架的時候 因為他們都是全裝備 裝備非常齊全 但是都是珠罪 大熱天使 口罩 長袖衫 黑色的褲 護腕 所有的裝備都齊全 手上高當然是有武器 和這些暴徒發生爭執 而無端端被人 在後面拼你一下 或者是飛腳踢你 而那種踢法是非常之狠的 是想置你於死地的那種踢 即是在短時間裏面 可以拿你命的 不是那種是會留守的 在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角度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你說那些人沒有人性 其實不是的 其實在心理學上來說 那些人 其實是因為 他們被人認不到自己的樣子 因為人其實 很不想說一句 但事實也是 人是有獸性的 而當你蒙著臉 你什麼都做不到 你不會被人看見自己的樣子 其實你什麼都敢做 你可以把自己的野獸 那一面全部散發出來 而這種散發出來的時候 他覺得做任何事情 因為別人認不到我 所以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我都會覺得相對地安全 這種做法 其實對他來說 可能是他自己的滿足感 這種也是一種病態的心理學 但是的時候 對於其他 一些正常沒有帶面罩 去隱藏自己身份的人 其實 是非常危險的 我可以說 無論你是什麼顏色 什麼立場的時候 其實當 任何人 都可以蒙著臉 在你身邊出現 你真的不知道那個人 事後會做什麼 會怎樣對待你的 拿把刀出來 任定 拿把錘仔 拿把士巴勒 想個鐵通 總之 趁你轉面 就用手打你 這些不是光明正大的事 這些不是我表面上去做 一個示威者 你可以說你自己和理非 但是如果你支持這些暴力行為 其實 你是慫恿他們去犯罪 他們很會做事的 我經常見到就是 一大群人出來打 打完之後 那時候旁邊有人 就出來 做和事佬 算了 你走吧 你不要再跟他們爭執了 你走吧 這樣就死開了 唱黑面唱白面 這些情況是非常之惡劣的 為什麼我說很惡劣 你將人性的卑劣面 完全展現出來 這個蒙面法 就是希望令到 人性的卑劣面 減到最低 大家都認得對方 哦 原來你打 原來我認識你的 我見過你的 原來是你 當一個人容易被人 看出自己的面容的時候 其實他做事 會相對地留守 因為我們是一個 泛道德的社會 你被人認到的臉 知道你在哪裏做事 知道你在做什麼 其實這件事 是對他來說 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 我們會想一想 才能做不做一些違法的事 至少你想一想 我其實 贊成夢面法 是因為我想 那些人去想一想 這件事 究竟對你 有什麼影響 對其他人 有什麼影響 現在的暴徒 為什麼會 這麼肆無忌憚 去放火燒雜物 切路障 補水去射 地鐵站 周圍破壞 放火 釘汽油彈 有網友跟我說 這些應該稱為暴徒 我非常之認同 這些不是示威者 在這些情況之下 我們人生的安全在哪裏呢 有很多人跟我說 政治的事 又政治解決 政治事件 又政治事件解決了 現在不是政治事件 你放火燒 無論你的訴求 什麼都好 當你一放火燒 當你扔汽油彈 你就是暴徒 你有什麼訴求 我經常都說 你和平、理性、靜坐 一定會支持你 不需要謾罵 不需要去做一些 破壞這個社會的事 那件不是一件死 死物這麼簡單 那是一個社會 一個完整的標的 每一件物件 都是經過很多人 去建設出來的 不是憑空出來的 裏面有多少人的汗水 你有沒有去真正想過呢 我不是要勸那些暴徒 因為如果你們再這樣去做 其實 你的人生 只會身處於陰暗面 你會回到光明面 我和網友說 我不是去勸暴徒 我去勸一些 可以迷途知反的人 他們會知道 他們自己做的什麼 現在他們去做的事 究竟是是 還是非 他們相信很多東西 是要爭取 我也相信很多東西 要爭取 但是爭取的方式 不是用這種方式去做的 當我們的社會 整個社會不安全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一些 法例上高的流動 這件事 蒙面法 講了很久 一直要立蒙面法 現在立 好 來吧 就做吧 當一做的時候 我希望 情況會催去緩和 希望 我經常都希望 每一次都是 希望是最後一次的 但是每一次都失望 不要出來 再去做這件事 當蒙面法實行了的時候 你繼續再去 戴你的面罩 不讓人認到你的樣子 雖然罰則不是太重 法則是什麼 一經定罪的時候 可處第四級罰款 和監禁一年 那第四級罰款的時候 其實好像都是 不是太多錢 好像一萬元左右 只是我記憶中 但是的時候 我希望可以 讓香港市民在 路上高 可以比較安心 你看到一個人 你見到一個人 你見到一副裝備 其實就預了去打人 預了去砌人 那其實 有什麼好處呢 你覺得大家會心情很平安嗎 有人說很怕警察 很怕警察 但是 我是說真的 我是很怕 那些暴徒在我身邊出現 他身邊出現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 他什麼時候會動手打人 因為 沒有人認到他的樣子 沒有人看到他的樣子 他就 藏身在面罩下面 然後 偷偷地 在你背後 打你 或者捅你 這樣 這個社會 是變成一個 什麼的社會呢 希望這個小時 快點 還有一個小時 就凌晨12點 也是2019年的 10月5號 我在這裡 希望大家平安 雖然現在我看到直播 那個場面 都是非常之暴力的 到處放火 希望 就是 保佑香港 可以平平安安 度過這一關 好 今晚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好 拜拜